歡迎收看關鍵奇案 在法國伊羅斯沿岸 數十年來 海灘上總是會出現神秘的加飛貓 貓臉一直看著你看得你心裡發毛 不論清理海灘多少次都沒有用 這就是詭異的加飛貓事件 喔 什麼 這些不是要講外星人嗎 加飛貓的來源不明 直到最近才真相大白 原來是附近海岸峭壁的洞穴之中 有一個老舊貨櫃箱 裝滿1980年代製造的加飛貓電話 推測是貨船行進時 貨櫃不小心掉入海中卡在洞裡 加飛貓才會不斷被衝到海灘上啊 寶傑你知道嗎 不只加飛貓啊 在海裡迷航的還有黃色小鴨 Nike球鞋 雜七雜八的廢棄物等等 形成了巨大的垃圾漩渦啊 什麼是垃圾漩渦呢 有請我們的特別來賓 老高與小摩 哈囉大家好 我是老高 咱們今天要來說這個垃圾漩渦 根據統計 每年大約八百萬噸的垃圾流入海洋 相當於每分鐘都有一卡車的垃圾衝進大海 而有些垃圾特別倒楣被洋流困住 形成了垃圾漩渦 全世界像這樣的漩渦大概有五六個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太平洋大垃圾袋 大垃圾袋 你在想你那個垃圾袋是不是 不 我是說 大垃圾袋 這個太平洋大垃圾袋面積超過 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比台灣加日本加韓國加菲律賓 加馬來西亞加紐西蘭還要大 哇 真的好大啊 很大啊 沒錯 就是這麼大 但我們都有做回收啊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垃圾 不 垃圾呢 這邊有請數據專家唐鳳 即使提倡回收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九 塑膠垃圾被回收再利用 另外百分之十二被粉化 其他百分之七十九 根本沒有好好處理 而且就讓我們看到另一個謎團 人造塑膠製品的密度比水低 照理來講 塑膠垃圾應該都飄在水上才對 可是根據估計 海面上漂浮的垃圾 大約只有十幾萬噸 遠遠小於每年八百萬噸的量 什麼 你是說 那麼大的海上垃圾袋 其實只佔了垃圾總量的一小部分嗎 沒錯 還有九成以上的海洋垃圾 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這就是有名的塑膠失蹤謎團 Missing Plastic Problem 有些人認為 塑膠在海中裂結成更小的碎塊 會慢慢成長到海床上 另一些小型塑膠 則被海洋生物吃掉 隨著食物鏈又回到我們的餐桌 最新研究者發現 許多垃圾被海浪推回陸地 風吹日曬之下 變成比沙粒還要小的微塑膠 進入氣候系統 就連北極或高山上 都可以發現微塑膠 塑膠已經成為空氣污染了 啊 難得來山間小屋度假 山上的空氣真清醒 啊 這一定就是粉朵精的味道 啊 我不要吃塑膠 塑膠 塑膠就是這樣陰魂不散 你以為已經擺脫它了 它卻又悄悄回到你身上 謝謝收看關鍵奇案 我們下次見 等一下 那是我的台詞啊 孩子啊 這是我們的傳家之寶 它可是比爺爺的爺爺 的爺爺的爺爺 還要長壽喔 我不要啦 我不要啦 來… 快點… 你哪有啟動 我… 你也不夠 你不夠